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东南亚会否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老挝如何突破掣肘 告别最不发达国家 西日鬼门关的湄公河如今怎样 专访老挝前总理波松不怕万 素有中南半岛屋籍之称的老挝 国土狭长 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的80% 因此老挝境内自然资源丰富 全国森林覆盖率约50% 盛产稀有木材 而流经老挝的湄公河 自古以来一直是沿岸人民经贸旅游 友好交往的黄金水道 湄公河全长4900千米 近一半流经老挝 老挝也因此拥有 湄公河60%以上的水利资源 素有东南亚蓄电池之称 而作为东盟唯一的内陆国 老挝一直渴望突破封锁 这也是老挝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原因 现任老挝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的 波松杜帕外 曾先后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办公厅主任 政府常务副总理等致 于2006至2010年间 担任老挝总理 此次他率代表团访华 便是为推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加强两国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 波犯总理您好 很高兴在中国北京见到您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您这次的访华日程 进展如何 你好 我今天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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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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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